卡利克劳斯和泰勒斯威夫特是美国公认的一对情侣,两人从2012年相识。 泰勒表示,非常喜欢假养,更喜欢成熟人超模这个称呼,并且邀请KK到家里一起做饼干。 从此两人开启了金发闺蜜时代,从维命天使的舞台上可以看出,188厘米的小KK完全高出178厘米的美美衣头,两人穿着黑色蕾丝,却给人不一样的感觉。 两人平时出去游玩时,为了更加协调,小KK会选择穿平底鞋,而美美穿高跟鞋,拥有身高优势的小KK穿平底鞋看着格外的轻松,但美美就不一样了。 十公斑的高跟鞋,光是看就感觉很脏脆,当然,在跟最好闺蜜美美和影时,小KK会特意的将腿伸出去一些,这样看起来就跟美美的身高差不多了,让人感觉特别暖心。 虽然两人非常要好,但是让人心碎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一堆被认为不会分开的闺蜜,最终还是犯了船,去美月有报了解。 小KK跟男友约书亚或是纳定婚后,得到了不少粉丝的祝福,却没得到美美的祝福,之后美美定制了一款特别的T恤,把所有闺蜜的名字都印在了T恤上,只唯独没有小KK的。 小KK也没有出现在美美的闺蜜视频中,据了解,美美生日派对的当天,小KK并没有到场,而是跟肯达尔沾纳在巴黎逛街。 不少粉丝表示,小KK和美美的决战或许,是因为小KK站的甲带山家族的阵,因装了众所周知金甲带山和美美的敌对是公认的。 订婚后,小KK成功打入美国上流社交圈,在Instagram上刷出自己与名将小薇和英国公主比阿特丽丝的视频互动,二人看到小KK的钻戒后表现得非常惊喜。 不光如此,就连哈里王子的新娘梅根,也把她当成了闺蜜,并且邀请她参加王室婚礼。 小KK还和纯正王室血统的阿特丽丝公主成为了好朋友,更是增添了她炫耀的资本。 除了英国王室,小KK还即将和白宫帝千金的伊万卡顺手里,现在的小KK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知名人物。